在此前结束的雅加达亚运会女篮半决赛的争夺中,中国女篮以86比74战胜了老对手日本女篮,成功晋级决赛。 比赛结束后,日本女篮的球员们并没有直接退场,而是集体走到了中国女篮的教练席前面站成了一排,对着中国女篮的教练许立民,深深地鞠了一个躬,刚开始许立民教练还没有反应过来,但随后他也向日本女篮的球员们鼓掌致意。 在以往的比赛中,很少会看到这样的情况,虽然不知道日本女篮是出于什么目的,但这种行为无疑彰显了自己风度,输了就输了,没有那么多的理由,或许在他们看来许立民教练,以及中国队就是值得尊敬的对手。 而在三对三男篮决赛中,中国男篮以19-18决杀韩国男篮,夺得了首枚亚运会三对三男篮的金牌,代表中国男篮出战的四位球员,除了成功是职业球员外,其他三位球员萧海亮、黄文威、曾兵强都是业余球员。 等于说这只中国三对三男篮就是业余队,反观韩国队的四位球员都是来自KBL联赛,其中还有三位曾经入选过韩国国家队,可见韩国队相当重视亚运会。 比赛结束后,韩国队的球员都直接躺在地上痛哭起来,被业余球队击败,可能是他们在赛前想都不敢想的。 然而韩国队并没有仔细去分析自己输球的原因,而是怒斥亚运村的早餐有问题,吃完后就早成了身体不适,最终带病上场的韩国球员,输掉了比赛,日本女篮输掉比赛,后向中国教练鞠躬致意,韩国男篮输掉比赛后躺着痛哭,怒斥早餐有问题,在体育精神方面,韩国队可谓是差到了极点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